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学会 推动台湾原住民族语文发展法草案 要求提升原住民族语言为国家语言 成为原住民族地区通行的官方语言及文字 参考牛西兰毛利语言附证 台湾原语会理事长颇后明提到 政府应设置原住民族语言学校 我们希望推动的是原住民族语言学校 大概有一年的课程 完全在这样的教室里面 用全主义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就纽西兰的经验 这是非常成功的 把六岁到六十岁的 这一次很大的断层 把我们的语言可以救起来 那这样我们还可以辅导他们 去参加主义认证 还有辅导就业 非常好 因为这个制度可以帮助我们 主义老师在教学的过程 有很好的制度 可以保存延续 我们这么美好的文化 台湾原住民族语文发展法草案 第三十五条更提到 参选原住民族名义代表 应取得族语能力认证 参选各种的名义代表 或者乡政市立直到立法委员这样的 那应该要给他们一个鼓励 应该有相当的族语认证的急速 示范的作用跟带动的作用 台湾原语会推动 台湾原住民族语文发展法草案 针对目前族语书写标准化 提出政府应邻居共识发展各族群 书写标准化系统解决书写系统 凌乱分歧现象 希望透过游夏而上力量 带动台湾社会正式 原住民族语言 濒临灭绝事实 记者乌马斯比亚新北市采访报道